印度疫情再度失控 现在全球可以说是绷紧神经 因为印度正在面临到的就是B.E.6.E.7 这样子的变种病毒 它是双重突变体 而且现在是蔓延到17个国家 各个国家现在都绷紧神经 就怕他们也遭殃 那么印度现在状况是怎么样呢 原本他们的总理莫迪 一个月前还很开开心心宣布 我们抗疫进入到了尾声 拿下最后的胜利 因此民众呢也当然就轻忽了 开始不戴口罩参加大型聚会 没想到遇到了这样子的突变病毒 卷土重来 也因此现在确诊病莫数是急剧的飙升 甚至呢就要超越美国的记录了 那么现在印度面临到的医疗缺乏 跟火葬场不足的问题都急需解决 而4月13号现在印度也加速 审批了生产的疫苗 目的很简单就希望更多的印度民众 可以来施打疫苗产生抗体 而5月1号18岁以上的人 通通都能接种 但现在他们最缺乏的就是氧气罐了 他们现在也动用了空军来运输应急 那么但也来看到呢 现在全球绷紧神经 那么到底应该怎么样协助印度呢 第一个就是直接捐赠疫苗 让他们赶快施打产生抗体 再来就是取消原料的管制 让印度也可以生产更多的新冠疫苗 避免疫情持续扩胜 请订阅按赞分享TVBS新闻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也请下载TVBS新闻APP 随时掌握国内外大事